還有,大家好,我是志祺! 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10分鐘的時間 帶大家一起來回顧一下,上週發生了哪些大事吧! 歡迎回到七七每週新聞回過 這是一個唱Rap真的好帥的一個禮拜! 首先,我們要來看看這個 在上週引起極大爭議的雙子星事件 去年底,位於台北車站旁邊的雙子星開發案 由港商南海發展與馬來西亞商馬頓公司 聯手以600億台幣取得招標案 不過,歷經5個月的審查後,經濟部投審會認定 由於雙子星位於大台北交通樞紐 而南海發展背後的母公司 主管多人為中國籍,為了維護國安 最後決定依照外國人投資條例的第七條賠回投資案 由於雙子星是台北市長柯文哲 西區門戶計畫中最後一項的重要建設 所以日前他也公開表達強烈的不滿 國家願景、國家主權意識 對此投審會強調,得標準一直到6月21日才補齊資料 而他們在5天後就召開會議討論,並沒有拖延 另外,柯文哲也質疑 南海控股投資民進黨中常委經營的陽性銀行時 投審會卻沒有以國安疑慮駁回,根本就是雙重標準 投審會表示,南海控股在陽性持股才3%是低水位的財務投資 沒有經營控制權 但南海控股在雙子星案持股高達8成 也高度參與經營和決策 不過,投審會表示 接下來會一併檢視南海控股在台灣的其他案子 另外,南海發言集團也發表聲明 將會提起訴願,並採取必要的法律措施 接著我們要來關心大法官人事案的爭議 在上週四的立法院臨時會上,民進黨團以人數的優勢 通過了謝米洋、楊慧卿、蔡忠貞 以及呂太郎等四名信任大法官的人事案 國民黨團認為,四名被提名人幾乎都各具爭議 而且政黨色彩濃厚 於是他們以全體缺席巨頭的方式表達嚴正的抗議 南英立委抨擊,如果加上這四位大法官 總統蔡英文在單一任期內就提名了三分之二的大法官人選 那往後這些鷹派的大法官就可以掌控所有的事先案 不過事實上,會造成目前這樣的狀況 責任恐怕要歸到馬英九的總統身上 自第三度修憲以來,大法官的任期一直都會採取半半交錯制 規定從2003年開始,把15位大法官分成8位以7位兩組 每組的任期是8年,然後每隔4年更換一組 2007年陳水扁提名的8位大法官 有四位遭到立法院國民黨團的杯葛而無法上任 那這四位的空缺,直到2008年馬英九九統就任之後才不任命 依照司法院主司法規定,大法官若出缺 繼任者的任期將到原任者的任期為止 也就是說,這四位繼任的大法官 任期應該都是到2015年為止 但馬總統當年的總統令 卻讓這四位繼任大法官的任期變成是2008年到2016年 在另外一組原本任期應該是到2011的7位大法官當中 也有三人因故提前離職 但馬前總統也同樣讓繼任者的任期延續到2016年為止 那這樣的一個錯誤決策,不只是打亂了原本任期交錯的制度 也讓蔡英文在2016年必須額外提名7個新的大法官 再加上今年的這四位 竟然意外地讓蔡英文在單一任期內 就前後提名了11位大法官 接著我們來看到同樣是爭議不斷的功夫法 在5月13日的新聞回顧中 我們有簡單介紹過工廠管理輔導法的一些背景脈絡 提到目前約還有4萬家違建工廠問題需要解決 上週四修正案三度通過,低污染的農地違章工廠 今後可以以特定工廠來申請管理跟納管就地合法 另外,落日期限則重新延長到20年 這個結果不僅受到環保團體的強烈抗議 將會造成農地污染 合法工廠的經營者也痛批 違章工廠之前沒有花任何成本在遵守還評 現在卻能慢慢就就地合法 對守法的業者來說超級不公平 但從政府的立場來看 目前要馬上解決違章工廠這件事 背後確實也有非常多為難的地方 如果違章工廠因為被拆而直接倒閉 那這數十萬的就業人口 也將會直接遭受到失業的衝擊 此外,就實際的執行層面來看 地方政府恐怕根本也沒有足夠的預算 能一口氣拆掉這4萬多家的違章工廠 因此就政府而言 透過納管輔導來協助違章工廠 逐步的改善狀況,或許是最合理的選擇 但如果這個輔導納管的配套措施沒有確實執行 那在20年之後,台灣的農地 恐怕還會需要再面臨一次同樣的兩難困境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個好消息 經過三年多的努力 台灣遠洋漁業終於被歐盟解除了黃牌警告 台灣的遠洋漁業發展的鴻薄 不僅產值為全球第三 船隻數量更是居屍間之館 但2015年底卻因為涉嫌IUU的捕勞行為 而被歐盟列為黃牌的觀察對象 如果為作出改善而掉入了紅牌制裁 那我們年約400多億的漁獲就無法外消 這三年多來,政府記憶在法規以及監測技術上做出多項改革 2016年修訂的遠洋漁業三法 更是針對非法漁撈 從過去不痛不癢的幾萬塊罰款 一舉提高到600萬至3000萬元 那雖然我們目前是被解除警告 但台灣的遠洋漁業 還是有許多上代解決的嚴重問題 去年底,數千漁民就因為來不及適應新的法令 而上街遊行抗議 而此外,外籍漁工受到剝削 甚至是被販運的這個人道問題 也是台灣遠洋漁業被人詬病已久的黑暗面之一 那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遠洋漁業的狀況的話 那我們在這邊也特別推薦 大家可以去看看我們提供的延伸閱讀 由報導者做過的一系列的專題報導 國際新聞方面,我們首先要再來關心一下香港的狀況 凡政中抗爭還沒有完全結束 上週,香港政府一個法令的生效 又再度挑起民眾的敏感神經 2014年,香港政府規劃把一塊原本是休閒用途的 中環海冰長廊變更化為一個軍事用途 提供中國解放軍駐港部隊使用 上週,清中的建制派議員和主席聯手 以一個臨時動議的方式 終結此案被重新討論的機會 也讓這個變更案與週六正式的生效 當天,大批不滿的民眾 就在中環海冰裡和大批的警力發生了肢體衝突 而昨天7月1號,正好又是香港主權移交日的週年 那民政團體也以撤回惡法林鄭下台為主題 再次發動了大型遊行示威 而不甘示弱的香港建制派 也在前一天的6月30日,發起停警察的遊行 16萬人上街和隔天的反送中遊行互別苗頭 不過,昨天的七一反送中遊行 依舊有55萬人上街抗議 那雖然一開始成為和平 但下午開始陸續有激進的民眾 不過反對,開始嘗試攻佔立法會 而晚間9點左右,部分的示威者成功衝入立法會 但3、4個小時之內,迅速截擊的政標警察 就以優勢的武力順利清場 根據BBC的報導,凌晨1點之後 所有的示威者都已經離開了會議庭 那接著我們要來關心一下 剛剛落幕的G20高峰會 一年一度的G20高峰會 上週在大阪盛大展開 主辦國日本為此啟動了史上最大規模的交通管制 會議期間,大阪市平常的交容量降低了大約一半 不過,這次高峰會的焦點 依舊是圍繞在美國總統川普身上 首先是受到高度關注的川席會 在大約一個小時的會談之後 雙方達成將再度重啟貿易談判的共識 川普表示,美國不會再加徵新的關稅 也允許華為可以再次購買美國企業的設備 不過他強調,這不代表貿易戰已經結束 他們暫時也不會把華為從國安威脅名單中移除 另一方面,川普也在韓國總統文在寅的陪同下 再度與金正恩會面 成為第一位踏上北韓國土的現任美國總統 雖然這次G20,川普可說是搶盡風頭 但對東道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來說 這次高峰會的首要目標 是要促成會員國一致同意遵守巴黎氣候協定 但川普卻以保護國內企業為由 堅守退出協定 並指出美國擁有史上最乾淨的空氣 恰理則新聞的主角 則同樣屬於G20會員國的土耳其 27日,新科的伊斯坦堡市長伊瑪莫努終於正式誘人 那為了這一天,伊斯坦堡市民可經歷了兩次市長選舉 今年3月31日,土耳其舉辦了全國地方大選 當時伊瑪莫努就以相當微小的差距 擊敗了執政黨的參選人 不服氣的執政黨隨即提出選舉無效之訴 而且還順利通過6月23日 伊斯坦堡重新舉辦了市長選舉 結果你知道這次的大選結果竟然是怎樣嗎? 我一樣啊,大家講過了 對,結果是一樣啦 但有趣的是,再頭一次伊瑪莫努竟然比上次贏得更多 這不只讓執政黨候選人尷尬 也讓現任總統鄂多安的連任之路出現了變數 那雖然鄂多安執政多年 但近年來支持度節節下降 3月底的大選失手包含伊斯坦堡 和首都安卡拉在內的許多大城市 那許多不滿的伊斯坦堡選民 期待新任的市長伊瑪莫努 可以帶大家發大財,帶來新的氣象 甚至有支持者拱他出來選下一任總統 哇,今天的這些劇本怎麼看起來都很似成相似呢? 我覺得不管是誰當總統 民眾回家如果覺得心很累啊 想要抱責的話 無論如何都要記得當好自己的賽者 到底猜一下什麼啊? 好,那趣味新聞的部分呢 我們要來看到一位高齡93歲的英國阿嬤 因為一輩子都是奉公手法的乖乖牌 所以很想要在死前體驗被警察逮捕的滋味 那當地的警察也很熱心的配合喔 一元阿嬤的夢想 哇,你有個人看過 欸,有人被上手銬還笑得這麼開心嗎? 啊,那上次喔,我被抓的時候 沒有沒有,那個寫膠本的 不要每次都用這招害我好不好 好,那為了幫助大家好好的奉公手法呢 我們最後要來快速提醒大家一些 從7月1日開始上路的心智 7月1日上車逼、下車逼 這什麼XX 7月1日上車逼、下車逼 今後搭雙北公車上下都要BBB 7月1日無謂你是小司機還是老司機 只要喝了酒就是不能當司機 另外如果你的司機有喝酒架 那最高你也會被拔到3000喔 7月1日喝東西、手機總之不是塑膠吸 以後內容都不會再提供塑膠吸管的 大家記得自備喔 好的,這新聞褲就在 饒舌還是交給六王八中結束了 那如果還想看更多的水路分析內容 或是覺得還有其他漏王之魚的重要話題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 最後,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歡迎分享出去 讓大家都知道最近發生了哪些大事 此外也可以點擊這個地方 看看更多的新聞議題 當然也放下LOGO、訂閱我的頻道 那麼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 人家小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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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小兹